一切的一切都随着美国总统拜登的临时退选,发生了不可阻挡的转变,就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,在拜登坚定不移的决心要竞选连任总统时,泽连斯基是多么的开心和庆幸,尤其是在和俄罗斯的战斗上,更是无比的有镜头和有信心,可拜登一泄气了呢,竟然也拐带沾染了泽连斯基。 最为鲜明的表现,便是泽连斯基对俄乌冲突的态度和口风上,不仅失去了以往的雄风和底气,更是急不可耐的想和俄罗斯赶紧谈判,持疫苗也不行。 7月23日,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,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说,我想我们所有人都明白,我们必须尽快结束战争,以免使人们失去声明。 他还表示自己希望在今年年底前,结束战争白热化阶段,并说没人希望俄乌冲突在持续十年或更长的时间。 前几日泽连斯基刚公开表示过,想和俄罗斯展开谈判,哪怕是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行。 曾经为了提醒和阻止自己和普京谈判,泽连斯基不惜用法律来约束这一行为,而今为了赶紧谈判,结束流血,哪怕冒着违反法律的后果也在所不惜。 单从这一点来看,也足以彰显了泽连斯基对极早结束战争,可怕和平和态度、愿望和决心,也就是说目前最为紧迫和急切的事,便是和谈止战了。 但是怎么和谈,如何止战,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,想来思去,官前望后,乌克兰最终还是把唯一的希望,全都寄托给了中国。 乌克兰非常清醒和明白,环顾四下,唯有求助和依赖中国,才最为放心了,也才能及早岁月。 于是担负重任的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,火急火辽,不远万里的来到了中国。 为什么这件即逝,乌克兰只能,也唯有求助中国,才能行得通,随心愿呢? 首先中国做事很人道,将正义,有原则,守底线,中国自建国至今,不管适合哪个国家,和哪个地区,无论是经济来往,是文化交流,还是军事冲突,都始终奉行,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。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,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,互不侵犯,互不干涉内政,平等互利,和平共处。 这原则,人道强力和有效的应对,和化解了诸多国际矛盾争端,如最早可以回溯到1953年12月,中国同印度就两国,在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上。 那是周恩来总理第一次提出,和遵循这五项原则,受到包括印度在内诸多国家的一致好评和借鉴,最近的例子便是和菲律宾的矛盾争执上。 菲律宾的一艘军舰,非法座谈本属于中国领海的爱交上,且执意送送建筑材料和守卫人员,妄图长酒吧占据有,对此中国海警不管是阻拦制止,都始终保持克制有度。 而中国政府则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,始终如一地和耍赖撒泼,无力争三分的菲律宾距离力争,坚守底线,不管是舆论上、法理上还是行动上。 7月22日,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强调,中方基于处理当前仁爱交局势的三点原则立场,同非方就运补人道主义生活物资,达成临时性安排,体现了中方的善意。 我们希望非方信守承诺,同中方相向而行,共同管控好海上局势,按理说菲律宾早应该把非法停靠,在我领海的废弃军舰脱走,这可是在明显的不尊重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,也不是在和平共处。 咱们自然也可以光明正大地给强行脱走,可咱们中国并未强行耍硬,而是始终在和菲律宾讲法理,谈原则,话底线。 最终中国同意菲律宾,只可以向作坛军舰运补人道主义生活物资,这是出于人道本的慈善,更遵循和平共处。 不管什么情况下,中国政府始终都遵循原则,讲究人道,而且是一以贯之。 这些举动当然乌克兰也是看在眼里,记在心中,所以才急不可耐地赶来求助中国。 外交部长王毅指出,乌克兰危机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,冲突还在持续并存在升级,外溢风险。 中方始终坚定致力于推动危机政治解决,习近平主席提出四个应该,也为此提供了重要遵循。 在此基础上,中国还和巴西联合发表了六点共识,涵盖冲突规范三原则,和谈方案三要素,人道保护三关切以及防止核风险,保障产攻链稳定等重要内容。 凝聚了国际社会最大公约数,得到广泛响应支持,可见中国早已为俄乌冲突停火和谈,精心拟定,认真勾画了蓝图。 届实可行,极其有效,在这中国作为调停者,并未带有私心杂念,更不是为了谋取政治利益,而是本质良心,出于善意,也为的是地区和世界多一分稳定和安宁。 王毅说两国十几年前就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,彼此相互尊重,平等相待,互利合作持续推进,中方将继续扩大自污粮食进口,共同维护物流通道畅通和国际粮食安全。 由此可见,乌克兰外交部长这趟中国之行,绝对是来得巧,来得好,来得有成效。 其次中国除了有口接杯的大国影响力外,更有丰富成熟的化解调停经验,且是最佳人选。 不得不说,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,口碑和影响力,越发的水涨船高,越发得引人注意,爱戴和清静。 这地位,口碑和影响力,绝非一日之功,而是多少年来踏踏实实,真心实意换来的。 在这中国在化解争端,组织矛盾,调停战火上,可是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的。 中国因为手里握有金刚钻,所以才敢去揽瓷器活,这不仅是影响力的问题,更是能力和策略的最好展现,成功让两大冤家化干戈为玉帛,让世界看到了中国非同凡响,举足轻重的一面。 更意味着世界舞台上,拉开了中国时代的序幕,既能赢得好口碑,又能多结交个朋友,还能让自己在世界舞台上增光天才,提高地位和影响力。 何乐而不为呢?有了开门红,积累了独特丰富的经验,中国政府喜滋滋的又赶紧当起了和事了。 7月24日,外长王毅指出,中方始终坚定致力于推动危机政治解决,并强调中方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,愿继续为停火止战,恢复和谈发挥建设性作用。 王毅强调,所有冲突的解决,最后都要回到谈判桌前,一切争端的化解,总要通过政治途径实现。 库列巴表示,乌方重视中方的意见,认真研究中国关于政治解决,乌克兰危机的六点共识,乌方愿意并准备同俄方开展对话谈判,不得不说,这都是中国政府经验之谈,能力外现,也彰显满满的诚心实意。 眼下乌克兰即想停战和谈,他迫切需要和某个大国沟通畅谈,以便介绍乌克兰在领土、安全、战后秩序等方面的主要诉求。 而中国无疑是最佳人选,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没有直接利益,不会把它当作交易的筹码。 因此乌克兰同中国保持沟通,是一个理性的选择,中国也定能发挥独特的劝和阻谈作用。 中国和俄罗斯关系后世紧密,四大俄乌冲突爆发后,俄罗斯才真正看清任明了,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丑恶嘴脸和险恶用心,也自此真心实意地想和中国交往合作,拉近距离,寻得安慰和支持。 中国和俄罗斯不仅有高层互访交流,更有切实的声明合作,这都是实打实的,更是心手向迁,甘胆相照的友情见证。 不管是中国还是俄罗斯,都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眼中钉和肉中刺,自然这两个可以结为患难之交,以应对和抗击外辱和打压。 中国和俄罗斯关系好不好,世界人都心知肚明,乌克兰也是一目了然。 所以乌克兰要想赶紧解决眼下的急事,只能求助中国,别无他权。 中国作为调停者,有经验,也有能力,更有信心,一旦调停成功,中国的国际朋友又会增多不少,中国的世界地位又会提高好多,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更是急速飙升。 争奋鼓舞吧,世界的中国时代早已经拉开了大幕,任由中国施展和驰骋,勾画和布局。